好我们也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我们今天节目呢在上半段啊会跟大家来谈一谈 我想大概都已经都准备好了 不管是打扫了或者是年菜的一个采购啊都准备好 可最后最后最后一件事情啊 大家有没有记得 就是像我就很喜欢说过年啊一定要去买个花 那么给家里啊稍微布置一下 看起来热热闹闹的漂漂亮亮的 那今天呢会请到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这个花艺总监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来谈一谈呢 用如果你要去花市或者是你要这个买花的话 有没有哪一些花材很适合在过年放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都希望啊 这个花能够放久一点 哪些花适合放久一点 放久一点然后耐看 然后又漂亮 你看我们的要求增多对不对 要新鲜要漂亮要耐看 然后呢我觉得有时候一些插花 也要有一点美感啊 美感那美感有人说是这个浑然天成的 天生俱备的 但有一些呢有一些基本的原则 如果你掌握到的话 那插起来其实都蛮好看的 我记得我有听蒋勋老师讲过一句话 他就说人都有天生的美感 不然为什么我们出门的时候 我们常会觉得路边的小花 哎呀怎么这么美啊 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天气还不错的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哇 今天的蓝天好漂亮 今天的白云好可爱 所以我想其实我也认为啊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美感 那对于插花这件事情啊 其实我常常在家里面 我也东搞西搞搞很久 会觉得这样放比较好看 这样放比较好看 虽然我没有学过 我是一个不入流的 有人就说你是什么流 我说我不知道 没有学过 但你看一看 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比例 找到你自己觉得最漂亮的那一面 所以我们待会会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如果你想要买花的话 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采买跟布置 好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当然呢 如果说你准备要出年出国过年的 已经这个机票都准备好了 机家酒或者是跟着团都已经要决定出去玩了 可是大家都会发现一件事情啊 就机票已经越来越贵了 那未来我想年后 大家都可能要去看樱花 三月四月 还有连续的假期或者是暑假 未来便宜的票价是不是已经成为绝想了 那未来到底要怎么玩才划算 有人说机家酒比较划算 都自己订 但现在看起来好像未必 那今天呃 待会也会请到一位很会玩 但也很会审 的达人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呃 分享一下 那他是对于旅游的地点怎么样去做一个呃 搜寻的 那对于这个呃 常态性的高机票啊 要做怎么样的一个看待 好 未来那要去玩的时候 有哪一些动作 好 要先准备好 我们待会都会一一的跟大家来做一个讨论 好呃 我们这两天啊 一直跟大家来提醒了 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 好所以一直有人可能会觉得说哎过年了 不要吃药 但台湾的慢性病患者真的是呃 蛮多的 那另外就是要跟大家提醒啊 今年春节的连续假期有七天 所以很多的医疗院所哈 他们啊都会停止门诊或者是领药哈 那如果如果哈你的药吃完了 就是你家里都打扫完了啊 什么都弄完了 你然后你花也布置了哈 你要看一下你的药盒里面 有没有药啊 有没有药啊 呃慢性病啊就真的 呃不要擅自的停药 减药或者是呃忘记吃药 因为那个就会让你的疾病控制是不稳定的 啊不稳定的 所以你万一不小心 像我自己有高血压的问题 高血脂的问题啊 如果你不小心你吃呃零食啊 点心的 然后你当你的血压或者是血脂升高的话 啊对身体还是有危害的 那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嘛 就是啊初一不要吃 你就第一口不要吃 当然医生有讲说如果是习俗这样子 你第一口不要吃嘛 你第一口喝一喝喝一口水嘛 就不要吃嘛 但你吃完早餐以后你要吃哈定量 这个件事情很重要 那另外医生也有提醒啊 就是有一些红取 红取 红取当然是好东西啊 过年嘛 也蛮讨喜的 可是红取如果跟你的像血脂的要混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要特别的小心了 好再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 好欢迎回来理财 生活通知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很开心 请到专家中的专家好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明天开始进入年假了 很多人觉得这个过年一定要摆上一盆花 或者是摆上很多盆的这个花红绿叶的 感觉上新年是热热闹闹的 今天我们请到专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建议一下你可以买什么样的花 你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简单布置啊 先欢迎一下我的好朋友 是我们Honey Daniels的花艺总监陈慧如 慧如学姐你好 哈喽大家好 很开心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过年的花艺 对然后学姐一来 因为她这个是我学姐 所以她年纪比我轻很多 可是我觉得我第一次插花就是她教我的 然后我就很喜欢她的花艺呈现 我觉得缤纷灿烂而且有质感 因为我自己可能是一个比较热情的人 所以我也很喜欢花看起来就是很开心的样子 所以我其实也都会想办法让我的设计师们和员工们开心 因为我觉得她们开心她们插的花就会开心 我觉得那个整个心态是不一样的 所以像现在过年很忙嘛 我都要一直绕军买饮料啊买点心啊 都很开心啊 然后过去说哎呦这盆花怎么那么美啊 什么之类的 心情好就会插出好的漂亮的花了 我觉得是啊 而且像我们国内几个比方说你去看101 你觉得她布置很棒 然后你看Bella Vita 你看那几乎都是我们慧如学姐她们公司设计的 对因为这几年我们开始负责蛮多大型的百货会场 像是Bella Vita有几档就是很热门的那些圣诞布置啊 然后还是像之前的什么去年的非洲沙漠市集 然后或者是这几年101的灯海啊 然后跟四楼的一些圣诞节 大部分都是我们负责 好厉害哦 哎今年你帮我们听众朋友擦了一盆花 一拿进来的时候我跟费用就尖叫了 过年就是要这样啊 整个很热闹才行 哎我看到了就是一定要有个大牡丹 这是牡丹菊 哦这是牡丹菊 对 可是它有金金的 因为我们上面还特别帮它撒金箔 对 我跟讲这一款就是真的合家欢迎 比较就是家里有长辈啊还是什么的话 就是全家一定都会很喜欢它 因为它就是热闹然后颜色很缤纷 对 它红色的主色调还是蛮多的 过年嘛 对 然后红的 然后又加一点金的橘的 然后跟蓝色 让那个红色看起来没那么正 哦 因为不然颜色太沉了也很无聊 加蓝色以后整个花的那种特别的感觉就飘出来了 红色加蓝色耶 嗯 那这个蓝色是什么花啊 哦这蓝的 我完全不懂 哈哈哈哈 这蓝的里面有康乃兴 然后也有喷的结梗 这两色 哦 好漂亮啊 这个 这个是染色的花吧 是进口的花 嗯 大部分都是进口的 因为进口的有些品质 就是比较大一点 嗯 不太一样 所以在擦花的时候 就会让它看起来更大气一点 嗯 因为 我就喜欢这样子 很丰盛的感觉 对 哎 我觉得 蛮特别的耶 中间是 你 而且今年我们有 因为是渔月龙门嘛 今年是龙年 所以我们就特别做了金属的书签 嗯 上面是金鱼 然后还有很美的尾巴 嗯 这个书签接下来留下来 你们就可以当书签用 然后还有我们 龙药 鱼药龙门 鱼药龙门 龙年 所以我们才做这个 因为我又怕龙太具象 所以那时候在画那个金属雕刻的稿件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往龙那边做 因为我觉得那个鱼很原版的那个尾巴 我很喜欢 嗯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这个异象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年做的红包带 就是整套的就是金鱼系列 嗯 哇 感觉上这就要过年的味道出来了 对啊 可是如果你早一点 就是说你早一点如果要布置 然后要买这一盆花 那我OK 可是现在就是明明明明天就很忙很赶了 对 那一般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就会趁一些 呃这个年假之前 赶快去家里啊就是附近买一买 对或者是去花式 嗯 哦 买一买啊 那有没有哪一些是你可以建议大家可以买的 放在家里可以放很久就算你随便藏上去都好看的 哦那我真的很想讲 嗯 因为我超喜欢半夜去逛花式的 半夜逛花式 因为2月5号到2月9号花式是24小时 哦 你知道晚上12点那时候的花就是很多 全部都出来然后很新鲜 因为你知道过年期间白天去花式都是人 然后花可能就是乱七八糟的然后你都没有办法好好看 嗯 可是我说半夜去看 我就哇太开心了 因为你看到很多花一直出来一直出来 然后都是很美的嗯 所以我就超爱半夜去买花的嗯 半夜去看花 对对对对 我跟你讲可以买很多东西 因为呃主要其实 如果你有常在买花嗯 最主要你就看花的角 看它的叶子嗯 你反而不是看它的花的脸 因为有时候花刚来的时候它是含苞的 你看不出来它新不新鲜 对 所以你就看它的叶子 它的叶子如果漂亮基本上这把这把花就新鲜 然后看花的角 花的角如果也是很健康的话嗯 那这个花也是新鲜的嗯 那你就可以买 而且因为过年的时间就是花出的很快嗯 基本上你要买到不新鲜的我觉得有点难嗯 然后呃假设你们是比较没经验的嗯 你可以像我的话因为我比较在乎品质嗯 我就会去比较大的摊位买嗯 因为小的摊位它的优势是价格便宜嗯 但是它花有可能跑的没那么快哦对 那大的花摊它价格贵但是相对的它跑的比较快嗯 那像我们就会固定去比较大的花摊那边买嗯 那些粉进口的木瓜梅啊这几个性质跟银柳都很像 但是它们都是会开花的嘛你会看的话在变化嗯 像樱花的话你看它花开嗯 然后花泄之后它还有叶子嗯 对你就很能够感受到它的那个生命的那种生命力的感展展现 就跟那个银柳不一样银柳你就想说这到底是真的假的死的活的 你就看不出来因为它就是在那一把对而且它那个只要卸了以后好讨厌哦 哈哈哈哈就长灰尘啊对对对 要多不是不多也不是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后来就没那么喜欢银柳 我自己倒是很喜欢摆樱花桃花那寓意都很好嘛嗯嗯 樱花桃花然后颜色也漂亮嗯嗯嗯 然后百合的话我觉得它的问题是它太香了嗯 就是如果你家呃够大或者你一直开窗你可以放百合 但是我真的有几次就是我家那时候没放百合我放别的花嗯 就整个香到我想晚上睡不着我想奇怪啊 我那时候放枝子花因为我很喜欢枝子花哦 我就很贪心我买超多我想说我家超香我就把它买一堆 就香到晚上两点我还睡不着想到底是什么状况 香扑扑的不是挺好的吗 香到我睡不着后来我就要把它放去那个公共区域 拿去拿去电梯间放了后来我想啊终于可以睡 所以花太香也是会有这个问题 哦哎那个果然哦花艺总监就有不同的看法了 那那个兰花可不可以啊我们待会先休息一下待会探讨 好我们现场的就是我们Honey Daniels的花艺总监陈慧如了 我们要跟慧如学姐来谈一谈 因为我们就想要说如果你去逛花室的哪一些花 你可以买回家哦自己擦 我觉得那个兰花挺好的 嗯我也很喜欢兰花 兰花的话买卖放啊 那你就可以买那个盆栽的有土的那一种 哦哦 就是有带它的那个底下的根的 嗯 因为那个其实你从过年一直放到春天绝对没问题 嗯嗯嗯 好所以兰花是可以的 哎那如果是兰花的话早点买 嗯 对 因为其实你可以放酒嘛 哦对 对所以早点买 哦 哎那以前呢我就看到我妈妈家都会有放水仙 嗯 对对水仙好像也蛮耐放的 开个那个小花也挺挺可爱的耶 水仙也可爱 但是现在好像比较少人在种 嗯 对因为这几年 嗯我要买水仙都有点买不太到 啊买不太到啊 就是量很少 我觉得现在种的很少 所以农妇那边就少了 嗯 反而你要去买西洋水仙可能还买的比较多 哦 哦西洋水仙它的花很大多 然后是种土的 嗯 那个我也会放 嗯 那我也会放 哦 哎那那你会建议我们啊 在今年可以有哪一些的花 就是你特别喜欢的花 然后就说实在 我觉得我们要要求简单就是好好看 然后耐放 耐一点 对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啊 如果是我自己家 我一定会买杜鹃 哦 因为我很喜欢杜鹃 因为它它是种土的嘛 嗯 然后它开花期很长 然后今年开完呢 你明年你把它放到那个有阳光的地方 嗯 好好顾 它明年还是可以开花 嗯 对 哦 嗯 像我们有时候去客人家布置 嗯 今年去 去年的杜鹃它都还养着 只要有土 嗯 嗯 一盆一盆的可不可以 它就是一盆的啊 一整盆的杜鹃 嗯 嗯 但如果是鲜花的话 嗯 鲜花因为你们在家 怕麻烦 嗯 刚刚讲的那种桃花 樱花那些很方便 嗯 那或者是呃 我觉得不会建议你们买什么玫瑰类的 因为你还要去刺 对哦 那个刺 很麻烦 嗯 所以你在买的时候呃 兰花的那个切花像什么 纸巨轮啊 嗯 那个一打开 水管抽开来 你就可以擦的 那个可以 嗯 或者是绣球类的 我也喜欢 哦 因为绣球 它就一只 有没有 一大朵 对对对 很可爱 就是你只要一朵绣球 然后叶子去掉 嗯 加两片叶子 它就完完工了 嗯 就是以在家 你最方便做 最好 因为像是 呃 牡丹菊 嗯 它美 可是因为它叶子多 你在回家的时候 你要先去掉它的叶子 什么的 如果你很爱弄花的话 这是OK的 嗯 但如果你很忙啊 还要准备年夜饭啊 打扫家里什么鬼的话 就是 你在买花的时候 你要想清楚 它的后续 嗯 不要就是失心疯 到那边 就是整个太开心 然后买一堆回家以后 就发现 它比煮年夜饭还要麻烦 哈哈哈哈 基本上我跟你讲啦 我们大部分对花的人 其实是不在行的 饭可能还要想办法 真的煮一下 对 这花你要怎么弄 还是不太会的 对对对 所以就是 呃 要冷静 不要买太多回家 因为看到漂亮就会买 对 而且你说过年 没有一个 这个红花绿叶的 老爵就是少一个什么 什么年味的感觉 嗯嗯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会建议你 就是买几盆兰花 几盆杜鹃那种 买回来就摆上去的东西 当底 然后你如果真的要有鲜花的话 就买个一两把 嗯 这样子就解决了 就整个家四处都有花 这样就可以了 嗯 不过我最会的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是擦花的话 就是擦水里面的话 你就要常常换水 对 那我去有一次去买花的时候 嗯 他建议我在那个水里面 他说加一点那个 保鲜剂 哎对 保鲜剂 有吗 或者是什么漂白水 那个其实对 像我们来讲啦 那都是比较懒人做法 你当然也是可以加 但是对花来讲 就是没那么好 但是像我们是花店嘛 我们我们是天天换水 哦要天天换水 我们店是这样 就是每天花要洗瓶子啊 玻璃瓶一定要洗干净 因为玻璃瓶里面滑滑 那个都是细菌 所以你一定要洗干净 你没有洗干净 等于换水是白换了 嗯 对 所以我们每天瓶子要洗干净 嗯 然后花的话 你就要洗一下他的脚 哦 对 他的脚也不能滑滑的 对 他的脚滑滑也不好 那也是细菌啊 对 但你也不能把他的脚 洗到破皮 这样对他也不好 所以我们每天都是洗瓶子 然后洗花脚 然后剪新的花脚 然后再擦瓶 这样子 所以回来都要剪一下花脚吗 没 一定要 一定要 就算我们从花式买回来 也要剪 也要剪 对 嗯 因为你不知道花式 他们多久没剪脚了吗 嗯 对 所以你 尤其是进口的 进口他们可能 已经长途跋涉到台湾 都不知道几天了 嗯 那你第一件事 你就是先剪脚 吃水 那要剪多少呢 大概要剪几公分呢 哎 我就问这个问题也蛮蠢的 不会不会不会 我觉得应该是回来讲 你的花瓶 嗯 是多高 嗯 你希望你的花多高 嗯 再来决定你的脚要剪多长 哦 对 假设你这次的扣大有15公分可以剪 嗯 那你可以不要剪到一次剪到15公分 要慢剪 你还有之后要剪吗 嗯 那我若是你 我可能就剪 先剪到10公分 嗯 然后隔两天 因为有点懒 换水 OK 隔两天再剪个2公分 嗯 然后再剪个2公分 这样子差不多 嗯 哎 那如果说 你可以不要叫我们简单的比例啊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瓶子 跟我们的花的比例 嗯 是要1比1吗 还是要多少的一个比例 看起来会比较好看一点 我觉得1比1的花 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种 嗯 圆润 可爱的感觉 因为它就是呆呆的 嗯 然后 但是我自己在擦花的话 我们大部分都会用3比5比8 嗯 的这种黄金比例去看 嗯 就比如说你今天的花没有到很多 嗯 那你瓶子比较高的时候 也许你的花是3 瓶子是5 哦 然后或者你的瓶子是3 你的花是5 嗯 对 就是不太一定 就是不要刚好让它是1比1 嗯 1比1的话就是有点 很尴尬 嗯 像我们刚刚在讲的什么 樱花啊桃花那种插法 嗯 它有可能瓶子是3 嗯 上面是5 5 对不对 哦 然后你平常的 那种 呃像这种小的盆花 有可能下面就是3 上面是份量是5 嗯 就会不太一定 嗯 嗯 而且也不可能3比8吧 3比8有可能啊 哦 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大型的作品的时候 哦 哦 对 当你那个比例拉到越夸张的时候 有时候它那个给人的视觉震撼的感觉会更多 哦 会 我看到很多lobby啊 大厅啊 对 对 哦 因为这个比例是你比较少看到的 啊 我真的很像身材3比8 好 我们现场的是我们Honey Daniels的花艺总监哦 陈慧如啊 教大家怎么样 那个花其实要它干净 有干净的水嘛 然后要适度的去做一个修剪嘛 嗯 然后在比例上也教我们看看怎么样能够让它呈现的会更美一点嘛 那这个是花的部分 嗯 那如果说有一些人讲说嗯 我不要花好了 我用一些绿色植物好了 它可能比较耐火一点吧 对 嗯 这几年绿色植物大家都还蛮喜欢的 刚刚有讲到像是杜鹃啊 金桔啊 兰花这些 嗯 就是很过年应景的 你也可以摆 嗯 然后或者你 你希望就是 呃 不止过年 你想要它永远都一直放在你家很漂亮 因为趁这个时候你也可以买点蕨类啊 什么的 哦 嗯 蕨类也好保养吗 我觉得很好保养 尤其是秋 呃 春天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那个蕨类的 那个叶子一直长一直长 嗯 很有成就感 我觉得 哈哈哈哈 哎 我们养不起那个什么 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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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 是不是可以养一点 鹿类啊 其实鹿类你不要去追那种正在炒作的品项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那都是一时间的炒作 那就跟以前那个荷兰的郁金香热一样 那以后会泡沫的 我觉得 啊 你也是这样认为啊 我觉得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养那个鹿 鹿 鹿 都跟我说这一片上万元 那只会越生越多而已啊 那这种热潮过了以后 那种价值到底是在哪里 我是 我是有点看不懂 对 嗯 所以我觉得 而且你养植物是在养 你跟他两个之间的默契跟开心 对 对啊 我跟 我 我觉得我没必要追捧那些 就是过分 我觉得有人是热爱啦 有人是行家 那他愿意为这些东西付出这个价钱 但我们如果 呃 不是不一定在追求这些的话 我觉得一个五十块三百块的东西 也可以让我们一样得到一样的开心 对 我希望就是一回家 然后有看到这些花花草草 然后你觉得他好像对你微笑 然后很开心 对 嗯 尤其是 我有一次养了一盆那个 金狗毛 蕨类 嗯 我买他的时候只有 两片叶子跟一个牙 嗯 然后到后来就是 你知道我每天就在数他 到底现在有几片叶子 嗯 就是就连那个叶子的树木都是给你很大的成就感 哈哈哈哈 他的叶子一直长回来就是一直使唤你要帮他浇水 哎 你是会数叶子 然后你不会数钱啊 不会叶子就是数起来比较开心 哈哈哈哈 对 我觉得春节的时候 如果春假的时候你放一些绿色的 嗯 嗯 也很好 也很好 我觉得也还蛮好看的 也好 像你会去选择一些比方说什么 嗯 叫什么 发财树嘛 嗯 它到底是竹子还是 哦 竹子是不是 还是发财树 还是发财树啊 我觉得那个跟那个银柳有一样的效果 嗯 它就是很好 但是就放在那边 但是 它好像就一直长着了 对 对 我怕无聊 我怕无聊 嗯 对 我觉得那个也很好 那个 就是 很适合懒人法 嗯 你就是你只要让它有水就好了 嗯 就算它真的已经干了三天 没水了 跟它补一下 还活着 还活着 对 可是不是只有要活着 要活好一点啊 对 但我觉得它给我的乐趣 嗯 没有那个 比较少 没那么大 因为它没什么变化 对 那我发现到 有时候我们去市场都会看到 他们会卖一些小事物 有没有 红色的啦 蝴蝶结啦 那个绑在 我觉得在那个 花花草草上面也蛮可爱的 你会建议吗 也很可爱 我自己的话是不会 对 因为你觉得不够大气 对不对 我就觉得 可能就没那么喜欢 可是我觉得 过年嘛 嗯 有时候就是over一点也没关系 嗯 因为就是家里就是一个很开心的感觉 那我就是 有一些妆点也 也OK 也蛮好的 嗯 嗯 我觉得你 你好会形容哦 如果一比一 你就说呆萌呆萌的也很可爱 但你不会这样做 然后如果说弄一些 其他的装饰品 你就说 我不会这样做 但过年嘛 你们要怎样都可以嘛 我跟你讲 我就是因为 我一个很爱插画的干妈 可是他插的花就是一言难尽 他每次都会拍照给我看 然后问我说怎么样 这盆怎么样 然后我就会说 我一开始从 一直挑剔他 说这盆怎样怎样 但后来我就觉得 这样子的乐趣在哪里 就没乐趣了嘛 嗯 后来他在丢他的照片 我说哇 漂亮 漂亮 对 我就跟他说好看 嗯 然后想办法挑 挑他 可以夸奖的部分出来 对 哦 那我就觉得大家都开心嘛 因为他插画就是个乐趣啊 他又不是要出来比赛 也不是要出去卖 他自己在家开心就好了 对 你好宽容 也是耶 像我们也不会插花的人 可是如果说回去 你其实多摆几个角度 你好像就觉得 哎 这样比较好 对啊 嗯 这种东西就是 让自己开心的 一个过程 或者是 他就是让你开心的事情 不要把它变得不开心 所以呢 要贴喜字贴喜字 要加金箔 加金箔 要蝴蝶姐 加蝴蝶姐 都可以 对 你看顺眼就好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 花是一个心意 好像就是 你希望整个家 在这个很美好的 团聚的日子里面 都感到幸福嘛 嗯 那这个东西就是 只要大家开心就好了啊 它哪有什么规定 嗯 对 就高兴就好了 哎 可是你是花艺总监啊 你是应该会很坚持的人啊 哦 不是我的商品没关系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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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如果是我店里的商品 我可啰嗦了啊 店里面有一盆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 我说 这是什么 怎么会出现这个 然后他就说 哦 这客人指定了 我说客人真的这样跟你讲吗 很好 你知道其实有些国外的金品 嗯 他们来的东西 那个reference 真的是很惊吓 想这是外星人来的花吗 可是因为你知道 有些金品他们走得很偏风 他们的花有时候很奇怪 那像那种东西 我绝对在店里面一眼 我都会找出来说 这是什么 这是谁的花 然后他们就会出来解释 说这是哪一个品牌的 这个是照西班牙的设计 OKOK 好吧 那这种我就会放过 可是你就想说 我眼睛很尖 我只要一进店里面 通常哪一盆花有问题 我一定会抓出来 那通常抓出来的 绝对就是品牌的 我想要问你 就是那种美感 是不是浑然天成的 对不对 我觉得是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绝望了 好我们现场的 就是我们Honey Daniels 的花仪总监陈慧如 刚刚我们也讲过 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 都有美感的 你们会觉得 今天的太阳很漂亮 蓝天白云很漂亮 绿地很漂亮 花朵很漂亮 但说实在 那个美感有一些 也真的是浑然天成的 不过像你们应该是 有学过什么流 什么流 像我们是不入流的 不要这样说 所以你们都有学过 然后再融会贯通 然后再创造自己的一个 特别的美感 你是这样的养成经验 我其实不是 我的养成经验 跟一般的花艺师 差蛮多的 因为我是 从小我妈就很爱插花 所以我就从没学过 就是在她旁边插花 就是这样子 你妈是插花老师吗 她也不是 她也是自己在家 爱怎么插怎么插 所以我是从那种 自己乱插一层 然后后来才去学 然后再去花店上班 所以其实你要论什么 什么教授资格啊 我倒是没有 反正是店里面的那些 花艺老师 他们都是有教授执照的 花艺有教授的执照 其实他就是 要考试的 就在花艺学院 一路一路一直考上去嘛 就考了好几年 然后最后就是 他们是有那种 教授的资格的 就是可以去开花艺课的那种 哇 那说实在的啦 就经营一个花店 其实有很多 不为人知的一个辛苦啊 刚刚讲过了 你的花要洗洗弄弄啊 盆要刷刷 不是那么只有漂亮啊 对对 我觉得因为 我也开店18年了嘛 所以其实有很多次 就是做到很累 然后回家哭啊 什么的 对然后因为 我姐姐她也是一个创业的人 然后我就在地上 趴在地上哭 然后她就说怎么样 她说你后悔了没有 我就说没有 我没有后悔 她说那你明天要工作吗 我说要工作 她说对就是这样 哭完了就是去工作 我说好 哭一哭再去工作 对然后后来 像前几年我也是好累 我都觉得妈呀 我这场圣诞节完 我可能会死 然后但是我一定要做完才能死 因为真的是 不然我如果死的话 圣诞节谁要做啊 然后 然后我的另一半就跟我说 诶 你每年都会哭诶 你今年到现在才哭 算完了 她好会鼓励你啊 对 然后我说是吗 她说对啊 你每天都会哭一遍 我说那这样子 我知道了 反正我就是明年不要再做这么多案子了 那你觉得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是那个创意发想的过程 还是在执行的细节 还是在 说实在你这些花语老师的一个统整也好 或者是配合也好 你觉得最困难会让你想要伤心流泪是哪一个环节 我觉得每次伤心流泪都是在进场之前 就是因为其实我是一个会反复在脑中一直盘点我的细节的人 所以我可能会在很多地方就是一直修正一直修正 就假设案子可能九月份已经定案了 我可能整个十月跟十一月我就没办法好好睡觉 因为我睡觉的时候我的脑子都会是所有的会场 这个会场的东西 那个会场的东西 然后我甚至在睡觉的时候 我会想到一些东西说 啊 我那边应该要再加一点猪串 或者是我这边要加什么 我这边要怎么跑 所以我整个脑中就是没办法好好睡觉 都在想事情 天哪 对 然后呢 因为我要的东西非常繁复 然后我就会一直交代给我的同事们 就是跟他说我这边要怎么做 这边要怎么做 然后就有很多的细节 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 然后在那之前我就觉得我快要 崩溃了 因为我怕他们做不出来我要的东西 对 所以那时候我的压力就会很大 因为我们进场就是什么三天四天要进完 然后但是我要的东西又这么细 又这么繁复 那他们怎么做得出来 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很烦 可是我觉得事后我都会非常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的团队他们很强 他们速度快 然后完全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抓得到我的心意 所以他们就是 合作久了嘛 对 那默契很好 所以就是或者是他们甚至可以做出 比我要求还要再精致的东西 因为其实我们店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负责任 然后因为我们在会场前都会切分开来 哪一个人负责哪一个区域 然后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有跟到我的个性 他们也会再去把我交代给他们的细节再往下深化 所以每一个部位出来就是都很精彩 所以每一次一做出来 那你不是白担心吗 对 白哭了吗你 后来我跟你讲我今年就真的轻松很多 因为我这几年这样子下来 我就发现 他们真的是永远做得比我想的好 对 因为我一个人没办法做这么多事 所以我很需要他们 所以这几年下来我就觉得 我真的太幸福了 对 我觉得最苦的那个辛苦的地方 已经能够度过了 我觉得度过了 今年没有哭 希望你之后都不用哭了 不会不会吧 我觉得不会哭了 因为现在的那个团队很强 很棒 磨合好了 对 然后也符合你的要求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我非常喜欢 那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过年期间可能有一些花并不适合 对 例如是什么花 当然就是白色的啊 长辈会生气啊 他不喜欢 对啊 任何白的最好都不要买 对 大部分就是避开白色绿色这些 大家比较会忌讳的东西 应该就没事了啦 还是什么仙人掌 也不要买 过年 过年感觉这样子 好像不欢迎客人来家里的样子 哦 就是刺刺的嘛 也不好 哦 不要有刺不要白色 然后哭哭烂烂的花不要贪便宜买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真的花如果真的就哭了 赶快丢 就丢掉了 对对对 不要在那边舍不得看起来气也不好 嗯嗯对 然后水要 勤劳的换 嗯水要换 每天都要换吗 看你忙不忙啊 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 过年都忙着吃忙着玩 对 反正就是 换水也不过就这几分钟的事 嗯但这就是回报嘛 你有帮他换水 他就会回报你更多漂亮 我同意 我同意 对 你照顾他 他就会绽放给你看 对啊 这就是 这就是一定的 就看你要不要他美多一点 哦 了解了解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 Honey Day News的华裔总监陈慧如 谢谢慧如姐姐 谢谢 谢谢